因為一方面我在考大學說 想要選的系也是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那剛剛好碰巧就被我遇到 那我那時候想邊做邊唸 但是實在沒有辦法 所以我還是等於說直接走進了這條路 所以我就比別人少了一些 算是學校學習的機會吧 真正在這一個圈子 等於說是學徒 沒有文憑的學徒 但是還是主要是偏向一些表演的東西 我在當演員這段期間也是 有去學一些表演、學一些舞蹈 比較是肢體上的東西